美智的MVP-26 Stryker装甲运车出动 乌军第82空中突击旅在哈尔科夫与俄罗斯交界小镇 波尔·昌斯克杀敌 监射式火箭炮把对方炸成一团火球 这一战告捷但恐怕只是昙花一现 另一头在巴赫姆特外围的查西夫雅尔 是更血腥的壕沟枪战 树林中两军距离仅数百公尺 乌军第24独立机械旅士兵闯入俄军强身的壕沟 一个个歼灭敌人突击步枪连发 同步投掷手榴弹逼出俄军 监困一战后终于击退俄军还掳回战俘 乌克兰目前最吃紧的战线 包含东北部的哈尔科夫小镇沃尔·昌斯克 以及原先的巴赫姆特 根据华府智库战争研究所的分析 5月22号在沃尔·昌斯克 乌军从北面推进 俄军则是在中部有所斩获 而在巴赫姆特外围的贝列斯托夫 查西夫雅尔 阿夫迪夫卡和顿内刺客市 则是俄军有所推进 这是不是真如之前推想 俄军在哈尔科夫只是洋攻的 七敌战术 真正目的是想要让乌军 调走巴赫姆特战线兵力 进而突破 澳洲的退役陆军将领 有不同看法 只是不管是不是洋攻 俄罗斯这波攻势都让哈尔科夫难以招架 方言望去是一片火红 俄罗斯至少发射九枚火箭炮 再打哈尔科夫 击中了一座印刷品工厂 这一炸造成七人死亡 而且俄罗斯专打民用设施 还使用双击战术 就是要造成乌克兰死伤 而这让乌克兰总统 泽伦斯基再度要求西方 想办法补足乌克兰的防空系统 其中一个办法 就是要让乌克兰获得的 长城飞弹解禁 现在欧美给的紧箍咒 是长城飞弹不准打俄罗斯本土 因此乌克兰退而求其次 像在俄罗斯占领的克里米亚 有多次预袭 怀疑就是用英国给的 暴风之影飞弹打的 英国似乎早已默默开了绿灯 现在泽伦斯基的喊话 显然是针对美国总统拜登 希望美国放行 而根据路透社独家报道 传出普京现阶段 已经准备好暂停前线战事 也就是打算冻结冲突 强逼乌克兰割地谈判 消息人士还透露 普京放话如果西方不愿意谈 就继续打下去 他奉陪到底 TVBS新闻综合播的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